姐夫 我马上就要离开这个家了 哎 怎么了妹妹 你要去哪啊 我一定要和她在一起 我待会儿就要跟她走了 姐夫 以后这个家 还有我姐 我多亏你了 要是没什么事的话 我就先走了 哎 你不要管她 出了这个家 以后就不要回来 不回来就不回来 哼 我教你别拦着她 她自己选择的路 让她自己走 她迟早会后悔的 我自己选择的路 我自己会走 你就想说两句吧 她这么大个人了 她怎么走 她自己不知道 你看看她那个对象 这十里八村 就没有她那么穷的 穷怎么了 穷怎么了 就算穷 我也要跟她在一起 小梵 这些钱你拿着 姐夫 这个钱我不能要 你就拿着吧 穷 喂 喂 姐夫 我是小凡 小凡 你现在过得还好吗 我姐在家吗 你姐她不在 你找她有什么事吗 姐夫 我 我这次来 是想找你们借点钱 她做生意赔本了 我这 马上就要生了 你看 那你现在在哪啊 我现在就在咱家楼下了 好吧 那你等我 姐夫 你说 你是都到家门口了 怎么不上去呢 姐夫 我就不上去了 我待会就要走了 小凡 姐夫这儿有五万块钱 你拿去给他做生意 剩下的给自己买点营养品 谢谢姐夫 回来了 今天工作了一天 累累 能不累吗 我腿都快断了 对了 今天小妹回来了 她回来干嘛 她回来找我们借钱 她怀孕了 她的事情 不要这么说 我不想知道 如果爱要让你洗碎 多想说我们都没错 只是世界是一个圈 那么远 多绕了一切后才了解 终于时间 终于时间让我学懂 在我之前 一天一天 发生那些情节 来不及发现 把遗憾就上演 你模糊的脸 PECHI 你模糊的脸 我欺贴 牵阻着我 细血 西约 水 风吹过 我耳边 H 平常不是錯覺 把每天的紀念 才能意識著還有多強烈 哎 大姐 你別幹了 過來一下 哎 好慢 老闆 你找我什麼事呀 啊 沒什麼事 你來我們公司也一年多了吧 感覺怎麼樣 習慣了嗎 每天辛苦不辛苦 累不累呀 不辛苦 不辛苦 在這兒呀 管吃管做 一個月還兩天多呢 什麼 兩千塊錢 那 伙食怎麼樣 頓頓有肉嗎 沒有呀 老爸 我們經理說了 吃肉對身體不好 而且耽誤工作 一個月就讓吃一次 好 那我知道了 你先去忙吧 哎 好嘞 這幫農民工真好騙 說發兩千就發兩千 要怎麼下來的話 這買房 買車的錢 不出半年就有了 張經理 你怎麼在這兒啊 蘇總 正著急找你呢 找我 我呀 正是鎮監路工人幹活的嘛 不好了 不好了 蘇總讓我告訴你 你被開除了 什麼 黃秘書 我被開除了 不行 坐我車呀 房呀 這可怎麼買 我得找他去 蘇總 等我一下 我不是把你開除了嗎 你過來找我幹嗎 我過來就是問問你 你憑什麼把我開除呀 你還問我 憑什麼把你開除了 你自己心裡沒點數嗎 我能有什麼數啊 這些年我在公司 安全馬後任勞任怨 沒有功勞也要苦勞吧 你憑什麼開除我呀 跟我談功勞 那我問你 我讓你每個月給農民中 五千塊錢的工資 你給了他們兩千 這是為什麼 還有 我讓你每頓飯 都要給他們飯裡夾肉 而你是怎麼做的 你告訴他們 肉吃多了會生病 而且每個月就只能吃一頓 這就是你的功勞嗎 哎呀 老闆 他們就是一些臭農民工 再說吧 吃飽能幹活不就行了嗎 你管他們吃肉幹嗎呀 再說了 我這不是也是為了 給公司節約成本嗎 節約成本 我看這些錢 都進了你自己的腰包了吧 我們公司 不需要像你這樣的人 趕緊給我管 趕緊給我管